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林佩杰 来关心今天地牛翻身了 在上午的9点05分 花莲是发生了瑞士规模6点0的地震 全台都明显感受到摇晃 尤其是花莲当地知名的观光圣地 铃鱼潭的即时影像也曝光 这7秒的剧烈摇晃是吓坏了不少游客 超市的商品掉满地 车站屋顶脱落 气象局研判这次地震是主阵 而这也是今年规模6点0以上深度最浅的地震 未来两天之内 不排除还会有规模5的余震发生 花莲鲤鱼潭即时影像一片缝合日历 但下面画面突然往左摆动在上下震动 猛摇狂晃 电视器晃到整个画面都模糊 地牛翻身 花莲鲤鱼潭整整7秒 潮晕画面彻底曝光 国家警报大座 住宅灯水族像晃到头都晕了 镇阳附近的这家卖场 货架更是甩起来 泡面瓶罐抖得到破的破 宛如刚被炸过一般 商品禁不住强震 瞬间满目疮痍 20号上午9点05分 花莲发生瑞士规模6点0地震 全台有感 镇阳光复乡最大震度无弱 当地农会信用部 当时还有不少民众正在办事 突如其来的剧烈摇晃先跑再说 民众吓得拔腿狂奔夺门而出 员工也怕到赶紧躲在桌下 但这两位却不动主衫 强震来袭 猫都吓到弹飞 妈妈以为房子要垮了 两个小孩却入无其事 坐在沙发一点都不紧张 网友笑翻直呼 这是架杠的花莲小孩 而在光复站后车市 天花板刚加挤压变形掉落 台铁紧急围起封锁线抢修 另外台北由于盆地效应 大楼高楼层摇晃也至少一两分钟 网友惊呼 以为没吃早餐 贫血头晕 北街更一度全线慢速行事 我们不排除在两天内 还会发生规模超过五的余震 今年以来已经发生第六起 规模六以上的地震 气象局也表示 这可能成为自921大地震之后 规模六以上地震记录最多的一年 提醒民众提高警觉 随时防范 记者留给教章用词 张贝兹才疯不懂